520 你们想好送什么了吗 我觉得送土豆就挺不错的 把土豆切成小块 把它们放进锅里 水记得要加少一点 一勺盐 一勺橄榄油 煮出土豆的味道 剩下的土豆 下次用来做土豆泥巴 我们要吃这个土豆水 重新起个锅 加入土豆淀粉 小火不停地搅拌 直到变得浓稠 装进裱花袋里 然后挤在油纸上 用勺子铺平擀薄 还有一部分挤进长条形的模具里 120度先烤上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发现还是有点湿 所以我们再加一个小时 看看这晶莹剔透的薯片 薯片差不多了 但是薯条有点失败了 仔细看了一下形状不规则 而且烤不干 拿出来很快就粘成了一坨 还好我又剩几个土豆 重新煮一锅土豆水 拿出以前做好的葛根粉 葛根要比土豆淀粉更浓稠 具体的比例我放在屏幕上了 同样的小火边搅拌边煮 装进表花袋里 再次挤到模具里 吸取了前面的教训 这次我们烤久一点 边缘可以轻松脱膜了 但是中间还是没烤干 再加一点时间 超酥脆超有趣的透明薯条也做好啦 不仅仅是透明而已 它还特别的酥脆 重点是热量还低 一盒琉璃薯条的热量 还没一根普通薯条的热量高 快做给大家的人吃吧